新婚两个月,我丈夫秦松突发车祸去世,父母得知消息赶紧赶来,你房子车子给你哥嫂,以后你折儿侄女可以顺便管管你。 后来,我看透这吸血的一家人,去往别的城市,我妈扯着我的手,如如,爸妈错了,你哥嫂也错了,你原谅我们吧。 我冷漠地甩开她的手,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,听到丈夫秦松车祸去世的消息,我颤抖地在路人的帮助下去到车祸现场,看到她全身是血地躺在地上,我头脑发晕,恐惧,绝望扑面袭来。 婆婆家在偏远的山村,隔得太远,我强撑着一个人处理完后事。 我给父母打电话,希望他们过来陪陪我。 如如呀,哎呀,不是爸妈不过来,你这侄子侄女还要上学,你哥嫂又上班,这里不,开人呀。 我哀求的声音,没有激起他们半点怜悯。 脚底一阵寒意直接窜到心里,我嘲讽地看着早已挂断的电话,从未有过的心寒。 好不容易处理好秦松的后事,又要开始处理遗产相关继承的琐事。 这时候,父母和哥嫂一家主动找上门。 如如呀,你这也是,出了这么大的事,也不给哥打个电话,爸妈也瞒着我,还有没有,什么是需要哥帮忙,尽管说。 看着眼前儒雅温柔的男人,我已经不想花心思再去辨别他话里的真实性。 不用了,我都处理好了。 听到我的拒绝,站在一旁的嫂子急了,这怎么就处理好了?这什么房子,车子咋寄?成,不得需要人帮忙呀? 一听这话,我心里瞬间全部明白了。 不等一旁的嫂子继续开口,这些事情繁琐,也不是什么大事,我一个人能行。 看到我话里话外透着冷漠,我嫂子善善地闭嘴,你这一个人,也没个人陪着咋行,回家,和我们一起住。 我哥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的态度,直接开口决定。 可我知道,回去就是寄人篱下,所以婉言俱绝,语气比刚才好上几分。 秦松,去世,还没敢告诉婆婆一家,我也得回去处理一下。 再次提及那个温柔耐心的男人,我心里止不住地心酸难过。 我哽咽地努力说出一句完整的话,连续身体和心里的疲累,让我连说话的声音都小了,很多。 明显能看得出的疲态,可面前的家人,没有一个人关心,也没有问我最近的生活状况。 听到我要回婆家,我妈脸色沉了几分,你回去就回去,可别买啥东西。 还有,那车子房子可都是你自己的,别让人夺去。 这话一听,好似是百般为了我好。 不等我生出半分感动,嫂子就急着开口,你不要,得给你侄子,你这以后靠的就是我们了。 可不,如如,你可别犯傻,要我看,你直接把房子,车子过户给你搁,以后你只能靠你搁了。 听到我妈这讽刺的话,我心冷了又冷,平时偏心也就算了。 这时候,这家人眼里只有房子,车子,完全没有半分顾及过我。 我忍了又忍,才没有失态。 想着眼前堆着的事情需要处理,猴头努力,发出声音。 你们回去吧,其他的事后面再说。 直到我妈转身走,又忍不住扭头,我可跟你说,你房子车子,要是守不住,我可就没你这个女儿了。 哼,我实在没心力再去多想,花了两天处理好这边的琐事之后,就回了婆家。 想想回去面对的局面,心里堵得像重石压着一般。 果然,得知秦松的事情后,婆婆晕倒数次,最后只能勉强躺床梳着夜补充能量。 小,儒呀,这松儿一去,可就苦了你了。 可怜我,松儿,福伯,还这么年轻? 舅,舅,婆婆喊着哭腔,断断续续地拉着我手念叨。 是啊,这么好的人,怎么就舍得丢下我呢? 好一阵,在公共的安抚下,婆婆才勉强好一点。 小儒,这松儿走了,你也不要多想,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,就是委屈你了。 我,拉着老脸求你,替她,守守笑吧,一年就行。 原本精神抖擞的婆婆,因着这消息,一夜之间多了很多白发。 妈,说什么呢?我这辈子都守着她。 听我这话,婆婆突然激动起来,使她浮薄,你还年轻,不用这么着。 你们的房子,车子啥的,都是你的,我和你爸也不用你管。 这话,让我心头久违地涌上一阵暖意,可突然想到我亲爸妈,心里又不禁苦涩。 我不能倒下,我要替秦松照顾好这个家。 等好不容易从婆家回来之后,还没来得及等我休息一天,我哥就找上门来,才打开门,就看到他双眼泛红,眼里含着明显的泪意。 如如,哥来接你回家。 那一刻,心头一阵澎湃,从小到大,爸妈总是偏心,家里只有哥哥对我好。 各自长大后,联系虽变少,但我哥还是关心我的吧。 那一刻,我全然忘记了父母对我咄咄逼人时,我哥的冷眼旁观。 因着这难得的最后的亲情,我还是在他提及要我回娘家时,同意了。 也在他说出替我把房租出去时,心软地让他处理。 兴许,这是哥哥好心地替我着想呢。 带着行李回到家,坐在沙发上的爸妈看了我一眼没反应,厨房正忙地扫扫身头看到是,我,撇了别嘴也没说什么。 我知道,这个家其实不欢迎我,不是我的家,但我这段时间实在太累了,也想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下。 可我没想到,我的到来,显然成了免费保姆。 如如呀,别愣着,赶紧来厨房帮忙。 如如,帮衣服洗一下。 妈,你这死丫头,还不快过来拖地,不是我妈,就是大嫂的指使生。 我不傻,我帮忙做一点是可以,但明显的遗旨气势,让我成为免费保姆,我做不到。 这时候,我才明显感觉到,我哥的态度。 我妈,嫂子指使我的时候,她会用愧疚的眼神看着我,却不会说什么。 我本以为她是真的愧疚,但租房的租金一直没给我,我才察觉并不是这样。 哥,我租房的租金呢,应该是直接打给我吧。 我假装疑惑的语气,不眨眼地看着我哥,他先是一愣,眼神不自觉地闪烁,但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。 如如,你现在在家也用不着,我先替你放着。 我感到一阵不可思议,也感觉痛心。 原来,这最后的一丝感情也是假的。 嘴角的嘲讽再也遮不住。 哥,咱也不藏着掖着,这房子是我的,我也不是三两岁的。 孩子,用不着你替我放着,把钱转给我。 我努力克制着愤怒的语气,却不料突然冒出来的大嫂,不依不饶,给你。 蒋静如,我,告诉你,这钱,到了我们这就是我的,算是你的生活费,不然你白吃白喝呀。 头一回听到这么理直气壮的占人便宜,我也有点不可思议。 不说我平日里买的吃的用的,我每个月也交了一定的生活费,但竟然还不满足,想要沾染我的房租。 我直接报警处理,把房产证给警方看了之后,他们在不想最后也当着警官的面,把倚,经收到的租金转给我。 后面,我直接和租房的人联系,更换了转租账号。 你就是个白眼狼,你哥嫂,好心好意收留你,你还报警,你给我滚出去。 听到我妈的话,心里止不住的委屈和悲愤,可不等我收拾行李,我哥就开始安抚我。 如如,你别听妈的,你安心住这儿。 就是,今天这事儿,你叫警方干嘛,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? 你哥我还能贪你钱呀? 看着他脸上依旧温和地笑,我却逐渐看不懂他。 他如果不想要我钱,那为什么让人把租金转给他呢? 又为什么在嫂嫂说那些话的时,后没有解释阻止呢? 想到房子被租出去,我确实没地方住,最后还是留下了。 只是嫂嫂的阴阳怪气越来越多。 吃吃吃,你就知道吃,不知道现在啥菜都贵呀。 家里这么多人,饿死得了,听到哲想要吃鸡腿,嫂嫂就开始说这些。 我本以为,是他看不惯我,却不想,我哥才是最看不惯我的人。 你说说,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,我又不像如如没什么压力,还有车有房有存款, 秦,松的赔偿款都够他过一辈子了。 我回家的时候,因为动静小,他们没察觉,却不想听到我哥说的这句话。 哼,蒋静如这死丫头,一点不识抬句,她死了男人,以后不得就靠你呀。 嫂嫂听到我哥的话,明显激动起来。 好了好了,她不听话,慢慢教就是别气了。 怎么教,你多在咱爸妈面前念叨念叨,这钱总有一天能到咱手里头。 后面的话,我再也听不下去。 这真的是,在我面前那个温柔体贴的大哥吗? 在外面逛了很久才回家,才刚踏进家门口,就看到哥面露极色。 你这丫头怎么电话,也不接,信息也不回,不知道哥担心你呀。 看到她一脸不似作伪的表情,我含意更甚,她到底有多少面。 我咬紧牙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,手机没电了,我先休息了。 直到进卧室,我才松开紧紧掐着手心的手指。 四日,折儿就叫嚷着让我给他买手机,没钱。 不是我舍不得钱,是我不想我的钱花在这么稀邪的一家子上。 如如,是大哥没本事,现在连个手机都买不起。 要你,哎,真正看清了我那温柔大哥的面目后,我才发现,他有点茶里茶气。 大哥,不是我不愿意买,是我真的没钱呀。 秦松的赔偿款,哎,不在我这儿呀。 既然爱言,我奉陪到底。 我一口咬定秦松的赔偿款给了婆婆,我身上并没有钱。 如如,你和秦松没有存款,这谁也不信呀。 哎,算了,是哥哥没本事,连你现在也看。 不起哥哥扫扫了。 听到这句话,气愤得我差点破口大骂,原来还打着我存款的主意呢。 我强忍生气,努力装作可怜的样子,存款之前被秦松借给他朋友,现在他人,一走,那钱要不回来了。 每次说到秦松去世,我心头仍然止不住的疼痛。 这时,不用伪装,也能看得出我的伤心。 你这,你,听到我存款没了,我大哥噎得半天没说出句完整的句子。 本打算直接搬出去,可房子现在租了出去,重新找房也需要时间。 我也就准备多忍耐几天,可没想到,就是这么几天,我那扫扫也按捺不住。 我发现我房子的戒指,项链全部不见了,装在盒子里不常戴的首饰更是一扫而空。 看着化妆桌上的一片狼藉,我直接走到客厅质问,可没想到,真的就有那么不要脸的人,你可给我嘴里放干净点。 什么叫偷?你说,你没钱,我可是好心好意把那些东西替你卖了让你有点生活费。 嫂子理直气壮地说出这话,眼神丝毫不带闪躲。 那钱呢?钱你倒是给我呀?我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怒火,眼神如果能杀人,他大概被我杀了无数遍。 你住家里不要生活费啊,一个月就几百也好意思,这钱可不就得补贴家里啊。 因着动静赶过来的父母,也帮着他说话。 你这死丫头,你冲谁嚷嚷呢?这可是你嫂子。 我妈什么事也不问,就开始责骂我。 对这种场面,我已经习惯得不会激起我任何起伏了,可是他千不该动我的东西。 那里面,大多数都是秦松买给我的纪念礼物。 也是他留给我为数不多的东西,可我竟然也没保住。 如如,你别气,你嫂子也没啥坏心思,都是大哥没出息,你要怪就怪我吧。 心里的火,听到他这话,更是蹭蹭直冒。 要么把首饰赶紧还给我,要么给钱,不给,我直接报警。 看我脸色冰冷,我哥脸色终于也黑沉下来。 你这是不把我们当家里人看,当贼。 你嫂子又不是故意的,你不想继续听这些废话。 我直接拿起手机,开始按键。 看到我的举动,我哥忍不住冲着我嫂子吼出声。 还她,把她的东西全部还她。 她心红灼眼,脖子因为太用力冒出青筋,又转过头冲着我。 你给我滚出去,我他妈没你这个妹。 最后手势一点没少的还到我手上。 我迅速收拾好早就已经整理好的行李,头也不回地离开。 从我踏出去的那一刻起,我想,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和这家人有任何关系了。 偏心偏到肚子里的父母,尖酸刻薄的嫂子,还有虚伪的哥哥。 但这一家子还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贪财。 而我,绝对不是傻子。 可也没想到,还没消停几天,就被砰砰地敲门声震醒。 我怎么也没想到,我妈看到我打开门,就直接领着和陌生男人往我家里闯。 你谁呀,就领着往家闯,出去。 起床气和不受尊重的感觉,混在一起,让我冷冷地盯着自顾自坐在沙发上的我妈。 和她一起来的男人也是奇葩,丝毫没有尴尬或不是,看我站着还反客为主。 如如是吧,我是你妈介绍的对象,你来坐着,我们聊聊天。 看着我中年老男人的穿搭,虽不说以貌取人,但着实让我难受。 请你们出去,不然我叫楼下保安了,我这小区服务质量还算可以。 我妈正端起杯子准备喝茶,一听,直接啪的一声,蒋静如,你反了天了,这是小王,今天带你来认识一下。 只要小王觉得合适,你找个时间,就和人家把证领了。 我已靠在门口的墙上,直接被逗笑,眼里却满是讽刺,你以为是七八十年代包办婚姻呢,趁我现在还能勉强叫你一声妈,劝你事可为止。 那天,整栋楼大概都能听到我妈如泼妇般的声音。 就算我没有喊楼下的保安,他们也寻着动静上来了。 等他和那男人终于走后,靠在门上,我很想秦松。 如果有他在,我就有人保护,没人敢这么闯进来,也不会让我爸妈有机会一次次伤害我。 他会如曾经一样,把我保护得很好,替我遮风挡雨。 心里的倦怠和委屈无处可说,眼泪迅速席卷眼眶。 如果可以,我真的不想出生在这个家庭,但大概是这一段时间,面对了太多事情,导致我内心已经强大起来。 就算我妈强硬地住到我这儿来,我也能停静接受了,与其在意,不如忽视。 我每天照常过着我的作息,任他坐在客厅里责骂,我丝毫不搭理。 直到一天晚上,因为他不停地骂我,扰民让人家上门提醒。 打开门就看到个全身都是肌肉腱子的男人,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,不等他张嘴,我家里有个东西不停喊,我也没办法,不如你替我揍他一顿。 边说,我就侧过身,正好可以看到张着嘴僵住的人。 也大概没想到,我会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,男人先是挑挑眉,接着紧皱眉头看着客厅,的人,再吵,我他妈让你这老不死的直接瘫痪。 果然,有了男人的威胁,他老实了很多,只敢在嘴里小声计较着。 骂也骂不走,敢也敢不走,我干脆把它当作空气。 只是,没想到就是我这么一忽视,倒让我回家见到被搬空了的房间。 竟连锅碗也没有留下,我心里一阵冷笑,准备直接找上门去。 出小区正好看见之前的肌肉男,我心里一转,跑上前去, 大哥,请问你能帮我个忙吗? 看他一脸防备模样,我尽量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,并应允恢复他报酬。 我做好了他不答应的准备,毕竟人看着也不像个缺钱的。 但没想到,他竟然答应了,那拜托你就尽量凶一点, 看起来不好欺负会揍人的那种。 男人听我这话微挑眉梢,嘴角上翘,我还需要凶,还不够凶。 看着他打去的样子,让我想起他一扰民敲门的事。 我尴尬地笑了笑,不知是不是因着有他一起,我心里的沉闷尽鬼异地消散些许。 就好像打仗,因着有了更先进的武器,所以心里更有底气。 我当时从踏出这家门的时候,就没想过还有再来的一天,可没想到终究是来了。 开门的是我哥,看到是我,脸色虽不好看了那么一瞬,但很快又变成温和的模样。 哎,现在知道回来了。 一个女孩子在外,总还是家里,没等他说完,看到我身后侧的董泽,他的话就全被掖住。 他被掖住的表情,让我想起我刚才的模样。 身后的男人,还是在我进门前一刻,才告诉我名字。 我叫董泽,待会儿可以直接喊我名字,不熟待会儿不好处理。 听到不好处理这几个字,我的表情和我哥如今的表情一模一样。 这男的谁,怎么直接就往家里待? 没听他继续叨叨,我直接进来就搜索我妈的身影。 半天都没找到,我大概知道可能躲起来了。 不过没关系,今天我有帮手。 废话我也不多说。 哥,你大概也知道我因着什么来,老太太直接把我屋子搬空,连一个碗也没给我留。 我也不要了,折算成钱给我吧。 我还从不知道原来我哥也这么爱钱,听到赔钱,直接面部都猙獰起来。 赔钱,真好,笑,妈拿你几样东西还要赔钱,你怕是想钱想疯了吧。 我也懒得和他多纠缠,直接把我提前准备好的清单给他。 上面的什么东西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,因为是财租的房子,进去住的时候添置了不少东西,财买也没多久。 所以所有的购物,消费记录也都还在,听我说着有清单,藏在屋里的老太太终于再也忍不住了。 直接出来就冲到我面前张牙舞爪,幸好董泽拦了一下。 赔钱,你想得美,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拿的,我家的东西都是我买的,哪样是你的? 他大概是不知道,我因为一个人租房,所以在门口安装了监控。 老太太,门口有监控,可是拍得清清楚楚呢。 听说有监控,她明显慌乱了,但依然咬牙,死不承认。 一边说着不承认的话,一边想要动手。 在这一刻,我无比庆幸我找了董泽帮忙。 既然这种,我也不准备多说什么。 那就等着吧,景观估计也快到了。 看到这一家人脸色不一,各种情绪交织,我感到可笑又可怜。 不光一家子贪财,还虚伪爱面子。 可今天,我就是要把他们的离子面子都踩掉。 有董泽在一旁压着,他们不敢有什么举动。 我哥脸上的颜色精彩极了,一脸凶狠地盯着我, 你倒是快,这么快就找到个接盘的。 我反应好半天才听清他的意思,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恶心。 不等我,恶心回去,董泽倒也是直接,上前就是一顿踢打。 他揍得很有技巧,看不出哪有伤,却让我那哥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。 警官来了之后,被董泽举动吓住的嫂嫂,就开始一顿哭天喊地。 警官同志,你们一定要把这男的抓起来, 他莫名其妙上门,就是一顿揍我男人,赶紧把他抓起来。 等我那嫂嫂说完,我才开始慢慢讲发生了什么。 等我讲完之后,警方也没有明显就偏信哪方。 你们揍人了? 我正想说些什么,一旁从警方来一直没讲话的董泽开口了。 没揍,我们抱得紧,怎么会揍人呢? 不行你看他身上哪有被揍的痕迹。 有个明显年轻的警官,听他这话,倒是上前动手查看一番, 看了我哥身上确实没有什么痕迹,但我哥明显疼痛难忍。 另一位老警官不明显地挑了挑眉,接着就开始处理我的事。 我给警官说清楚我丢的东西后,老太太又开始作妖。 警官同志,这是污赖啊,我家里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,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 警官一听这话,转过头看我,我直接递出一个U盘,监控都在这里面呢, 说完也不看这一大家子是什么表情,直接就找个地方坐着等。 等警官看完之后,处理速度明显快了很多。 我也没有别的诉求,照价赔偿,且赔偿我一定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。 蒋小姐,你要求的金额不能太过分。 年轻的小警官明显正义感很强,好似我要敲诈勒索一样。 不过我也没计较,警官同志,那些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挑选的, 再去买一批,又要花时间和精力。 而且,谁也不想碰上这样的事,我精神受到打击, 这可不得,不等那小警官再说什么,董泽就挡在我面前替我交涉。 当然,敲诈是不会敲诈的,但好歹让这一家人原原本本地给我吐出来了。 等警方离开后,我也准备带着董泽离开。 蒋静如,你是打定主意要和我们结仇是吗? 听到我那大哥这话,我不禁冷笑出声, 大哥,不是你们一家子都想吸我的血吗? 怎么反过来是我想结仇呢? 我有些异性阑珊,这时候,我还不知道后面等着我的是什么。 我大概知道他们一家子不会服气,也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。 但我没想到,会这么恶心人。 平时不管联系没联系的亲戚,开始联系我问我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。 熟悉的叔叔阿姨,看到我的时候,也是一脸唏嘘的表情。 我开始也有点猛,直到后来董泽找到我。 你知道吗? 我俩被造谣了。 什么叫我俩? 被造谣了?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消化,因着那天我请董泽帮忙,那一大家子就开始各种造谣。 什么难听的都有,可把董泽牵扯进来,让我感觉很抱歉。 明明是与她毫无关系的事情,因为我请她帮忙,就连累她。 我低头一阵内疚,突然想到一个问题,你有没有女朋友呀? 这需不需要我去解释呀? 别牵扯到你们的感情就。 没等我说完,董泽就给了否定的答案。 不得不说,这让我松了口气。 可这件事,让我丝毫不再想顾及什么。 你有认识的律师吗? 擅长那种借贷关系的律师。 我看着董泽,才想或许他人脉王广一些,能够帮助我更快地解决这件事。 果然,他直愣愣地看着我,就在我不自然地想要一开视线的时候,他点头。 我和秦松结婚才几个星期,因为那一家子要买房要借钱。 本来我不愿意,但秦松顾及着我,最终还是借了。 当时本来他借条都不愿意要,还是我抢逼着他借钱可以,必须得写借条。 当时说的是半年后,还那十万,时间到了也完全没人提及。 正好,我现在直接起诉,因着我的作证材料比较充分,所以受理开庭很顺利。 本来可以私下先协商,可是这一家子打定主意不还,甚至我上门去,这次连门都没开。 正好如我意,直接开庭。 不仅要开庭,我还要通知七大姑八大姨,让他们好好看一看这家人的嘴脸。 蒋静如,你这个不得好死白眼狼,我真的到了八辈子没生下你这么个玩意儿。 听着开庭场上对面老太太的怒骂,我真的丝毫不生气,只感觉一阵好笑。 妈,您不感觉可笑吗? 您说,您倒霉,可是有谁的亲妈会造女儿的谣呀,会恨不得字,挤女儿死呀。 我不倒霉吗? 如果可以选,我绝对不会原因出生在这个家庭里。 审判很顺利,也限定了还款方式和最后的还款时间。 有了判决书,我才放松下来。 面对这一大家子,我很容易感觉疲倦,从而不想去争取抢。 秦松在的时候,他会保护好我,也是因为他,我才好不容易从那一大家子里摆脱出来。 他的离开,差点让我诱线进去。 最后的账和他们算清之后,我要开始属于我的新生活了。 之前租房的租户时间到期,我把房子挂了出去。 想要换一座城市生活,也换一份心情。 可我没想到,就在我要离开之际,那一家人仍然不死心地出了幺蛾子。 当我打开门,就看到老太太剔头散发地坐在门口。 我挑挑眉,有些惊讶,这次没大喊大叫,也没砰砰敲门。 不过,他们不值得我再花一丝一毫的心思。 看着我准备出门,老太太直接扑过来,抱住我脚。 如如呀,你救救你哥,你救救他呀,他是你亲哥哥呀。 老太太熟悉的哭喊声再度袭来。 原来,我那大哥因着要还我钱,心里不平衡,晚上出去喝酒出了车祸。 他出车祸了,你找肇事司机呀,找我干嘛。 跑了,找不到,是了,只有在我有用的时候,他才会想起我。 我就好像是我哥的附属品,任何事情都要为他让步。 父母疼他是应该的,我受气,不被喜爱,也是应该的。 他被精心照顾是应该的,而我受呼,是也是应该的。 我以前拼命地想要让他们看到我,关注我,可是我现在不想了。 妈,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,真的,求求你,放过我吧。 从他造我姚那一刻起,他就,已经不是我哥了。 说完我也不顾身后的嘶喊,直接离开。 如如,爸妈错了,我求你,求求你原谅我们。 你哥错了,你嫂也错了,我们都错了,你舅舅你哥,舅舅你哥呀。 看着眼前的他,替四横流的模样,我心里却在想,如果出车祸的是我,他会这样吗? 还是冷眼盯着床上的我说,死了算了,活着就要花钱。 或许是我心狠,但他们的事也真的与我无关。 房子出售得很顺利,我快速地处理好房子,在新的城市线上面试了一份新的工作。 我,即将开始新的生活。 那天,我拉着行李箱打开门的时候,老太太看着我要离开的样子,惊恐地看着我,你要走,你要去哪? 你不准走,你哥还在这呢?我心里冷冷地想,与我何干?我绕过他头也不回的下楼,他突然变得异常愤怒,你这白眼狼,亏你哥哥以前那么疼爱你,你这个扫把星,都是你,才把你哥哥害了。 你哥哥,你想走,没门。 我听着身后的叫骂,却没过多注意,直到听到董泽惊慌的声音,小心,躲开。 直到他扑过来把我护在身下,我依旧没有反应过来。 他小心地扶起我,我才看到趴下另一脚地板上的老太太恶狠狠地盯着我。 我带着恐慌又疑惑的眼神,看着董泽,试图让他帮我解惑。 董泽似乎有些难以开口,抿了鸣嘴,试图开口几次才说出来,你,你妈,他想把你,撞下去。 我眼里的疑惑瞬间散开,我脚下是长长的楼梯道,所以他原来真的这么恨我呀。 董泽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,似乎怕我伤心。 我若无其事地拍拍衣服,拿起手机拨出我熟悉的报警电话。 看到我报警,董泽似乎有些疑惑。 我忍了忍,还是忍不住说,他想杀我,故意杀人,罪,虽说杀人未遂,可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不知怎么,我有些害怕在他眼里看到对我的失望。 幸好,他眼里只有一片冷静的黑谋。 我报警之后,又耽误了一天才踏上去新城市的路途。 新的城市,新的工作,新的朋友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 公司和家里两点一线的作息,充实又满足。 如如,你待会儿负责带一下新来的同事。 办公室的张姐匆匆忙忙交代我这句话,就闪人。 等新同事到我面前后,我好一半天才反应过来。 认不出我了,男人眼角含笑,嘴角勾起迷人的弧度,直愣愣地盯着我。 董泽,你,你怎么在这儿? 我必须要承认我很惊讶,你不是健身教练。 怎么,我这话一出口,他就扑齿笑出声,谁给你说我是健身教练。 你这体格还用得着人说,的确,记得当初找他帮忙的时候,就是因为他的体型看着就不好欺负,感觉很会揍。 人,我这体格是自己锻炼的成果,不是都说女生都喜欢这种吗? 他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火热地看着我,让我很不自在,用工作岔开这个话题。 当时离开的时候,我没有和他告别的一个原因就是,我无法回应他。 支离破碎的经历,让我很享受现在的自己,边带他熟悉着新的环境,也边介绍着新的同事。 你哥瘫痪了,没死,他突然冒出一句,让我愣住。 那一家人,好像离我很远很远了,过去的经历,也似乎已经消失在了时间里。 哦,现在听到别人提及那一家人,我真的感觉好像是陌生人一样,我似乎都快忘了他们的模样了。 正准备继续给他介绍,他又是一句话插进来,我会等你。 没忍住,抬头瞄了他一眼,他眼里暗沉又汹涌的情愫,让我脸颊瞬间泛红。 心跳加速,我假装若无其事地与他隔开一点距离,害怕心跳的声音被他听到。 与其说不心动,不如说我已经不太敢接受一段感情。 不自觉地低头,看着斜面,直到被他用手抬起下巴。 别躲,我会等,但不要躲我。 眼神始终不敢看他,犹犹豫豫了好一阵,才逐渐整理好心绪,我暂时不想谈这些。 他听了之后,轻笑一声,我耳边传来湿热的声音,暂时不想。 那就是以后会想,我不急。 随着我摆脱那一家人后,幸运好像就降临到我身上。 我拥有了很好的生活,工作,也有了特殊的朋友。 我不确定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好以后的准备,但看到眼前这个肯在大热天跑出去喂我,买冰汤圆的人。 我想,如果有以后,那一定只会是他。 你干嘛要自己跑出去买呀? 我手机上自己就可以点,看着他满头大汗,脸颊飞红的样子,其实心跳有点加速。 我不跑出去买,怎么感动你,怎么加分? 他总是习惯盯着人说话,让人感觉所有的情绪都无法隐藏。 你这是自我感动,转身离开这个让我被动的局面,但嘴角扬起的笑,怎么压也压不下来。 2019年9月,我妈和我视频说,家里拆迁补了三套房和五十万现金,叫我回去一趟,顺便商量房屋和钱的分配问题。 话还没说完,旁边嫂子就念道,哪有娘家财产给女儿的先例,她嫁得远远的,娘家有事半点帮不上,靠不着。 现在有了好处,倒想起给她了,我妈怕我听见,赶紧把视频关了。 我叫娟子,是贵州人,远嫁到湖南,目前在深圳工作。 后来,经过商量,房子我不要,留给爸妈。 他们住一套,哥嫂住一套,剩下的那一套,拿来出租补贴家用。 我拿二十万现金,听说为这事,我嫂子在家摔摔地打闹了三天,说我爸妈偏心。 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,在农村,无论哪家,家里的财产都是全部给儿子的。 既然我拿了钱,以后父母的养老,责任也要平摊。 我爸说了句,这个家还是他做主,他的财产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。 何况我每月还给他们两千块养老金呢? 嫂子这才嘟着嘴不吭声。 去年十一月,我爸突发脑溢血,我请假回到了娘家,当时嫂子怀着二胎。 那天,我正从医院回来,忽然听到哥嫂两人在房间吵架。 我正准备去劝架,只见嫂子怒气冲冲地走出来,嘴里嚷嚷,你们不同意,我就把肚子里这个打了。 反正在答应之前,我是不会生下她的,你们看着办。 我正想去扶她,她却把手一摆,撇开了,自顾自地去沙发上坐着,于怒未消。 我忙问我哥怎么回事,嫂子都这样了,怎么还和他吵架,什么事不能好好。 只是我哥的话把我吓了一跳。 原来,嫂子的弟弟准备结婚,没钱买婚房。 他父母成天愁眉不展,就找到了嫂子,叫他想想办法。 嫂子就想到了我家正出租的那套房子,要我哥去和爸妈讲,把那套房子送给他弟弟结婚,同时尽快把房子过户给他。 我哥自然不同意,说,我们结婚,已经给了你们家十二万彩礼,而且你一分没带来,我爸妈也没说什么。 现在你弟弟结婚,还要我们家为他提供婚房,没这道理吧。 你叫我去和爸妈商量,他们肯定也不会同意啊。 嫂子一气之下,就去找了我爸妈,他们自然也不答应。 我爸告诉他,你弟没房子结婚,我们很同情。 但要我们家帮他出婚房,还要过户给他,我们可没这能力。 我们两家是结婚,可不是扶贫。 况且这房子是大几十万的财产,你想送人,就送人,这不现实。 当初那房子,我想给娟子,你都强烈抗议,在家一直闹,现在你却要白白送给你弟。 嫂子见说不通,撬着嘴杏杏地走开了。 在嫂子心里,她从小接受的教育,就是姐姐就该无常为弟弟服务。 为了能够让弟弟结婚,嫂子妈把主意打到她身上。 嫂子左思右想,没其他办法,就想利用孩子作为和我爸妈交换房子的筹码。 如果爸妈不愿意送房子给她弟,那她就不要这个孩子,特别是我爸,她的身体时病时好,很希望早日看到自己的孙子。 嫂子眼看房子,要不成,又想出了另一个招,就是把剩下的补偿款三十万先借给她弟弟去付首付。 她把想法和我哥一讲,我哥直接开队,你开什么玩笑? 以前你拿多少钱给你爸妈,给你弟弟挥霍,我不管。 但这三十万的补偿款,是我爸妈的积蓄,想都不要想。 我哥接着在告诫她,你弟弟有多大,能耐办多大事,没有房子,可以先去租。 我有义务养你爸妈,却没责任养你弟弟。 你想当伏地魔,我没意见,但我可不奉陪,嫂子见目的没达成,就和我哥吵,和我哥闹。 我们都知道,以嫂子娘家那条件,三十万借出去纯粹就是肉包子打狗,有去无回。 后来,见我哥不同意,嫂子又去医院找了我爸妈。 我爸听说他想借三十万元的事情,直接说,这三十万不能动,我们留着也是怕有急用的。 如果借给你弟弟了,不叫他还吧,我们一辈子的心血。 叫他还吧,短期内他肯定还不了。 我们两家又是亲家,最后可能钱没了,还会伤了两家和气,你家在中间更为难。 听我爸这样说,嫂子知道房子和钱都没希望了,回去可交不了差,就当场赌气地对我爸妈说, 如果你们一样要求都不答应我,那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孩子做了。 说着,他转身走出病房。 我爸气得用手指着我嫂子直瞪眼,一句话说不出来,就倒在床上了。 我妈马上打电话给我们,当我们赶到,我爸正在抢救。 我哥看着我嫂子,当场给了他一耳光。 我想阻止,已经来不及了,嫂子捂着半边脸亮亮呛呛跑出来。 我急忙追过去,嫂子刚跑到一楼大厅,肚子就痛了。 当天晚上,嫂子生了个男孩,因为是早产,孩子只有四斤,被送进了保温箱。 这时候,我爸也缓过来了,听说了嫂子生了个大胖小子,他非常高兴,精神也好多了。 由于孩子在保温箱,要过段才能回家,而我嫂子三天就出院了。 那几天,我帮着照顾她,看嫂子一直闷闷不乐,有时还偷偷抹眼泪。 我知道,女人坐月子不能哭,就劝她先不要想弟弟的事情,先把身体养好,这样才有充足的奶水给宝宝。 还有把我家的房子送给她弟弟,于情于理不合。 那三十万,是我爸妈的养老钱,他们都不舍得用。 我还让她换位思考,如果是她的钱,我婆家人来接,她肯定也不会愿意吧。 谁知道嫂子却说,这个家是她和我哥的,轮不到我来说话,更轮不到我来教训她。 我想了想,对她说,嫂子,我和你打个赌,如果你赌赢了, 我就说服爸妈把那套房子送给你弟弟,如果赌输了,那这件事倒只为此。 嫂子一听,脸色马上阴转情了,她问我,赌什么,如何赌? 我说,赌人性,赌人心。 你现在就告诉你妈说,因为你弟要房子的事情,你离婚了,被婆家赶出来了。 现想你想搬回娘家住,叫你弟来接你回去,如果你妈同意你弟来接你,就算你赢。 否则,就算你输,嫂子觉得这个容易,于是她立马高兴地打了电话,并开着免提,当她转述完我的话,她妈马上说, 你真是个窝囊费,一分钱都没分到,你还好意思回娘家住。 你别回来了,娘家哪有你的地方,你爱去哪去哪。 你弟弟的事情都没完,你又来添乱,我也是白养你了。 你自己想办法,多从你婆家抠点钱出来,你弟弟结婚你,可别忘了包个大红包。 嫂子听着听着,表情由开始地惊喜,慢慢变成尴尬,眉头紧皱,最后她的鼻子努力地向上抽动,忍住快要落下来的眼泪。 挂了电话,她终于忍不住,抱着被子抽泣起来,浑身颤抖。 我有些心疼她,这个结局在我的预料之内。 过了一会,嫂子转过身,擦去眼泪,轻声说, 娟子,谢谢你,我知道怎么做了。 从今天开始,除了对爸妈应尽的义务, 我再也不会接受娘家的压榨了。 我不想继续傻下去了,很多人痛恨伏地魔, 但每个当伏地魔的女人都不容易, 她们大多从小缺少父母的爱, 自己的价值得不到认可。 只有结婚后,一次又一次地满足父母要求, 才能从她们那里获得价值的认同和存在感。 而在她们父母心中, 女儿的价值就是为了帮助儿子,帮助娘家人。 因此,很多像我嫂子一样的姑娘, 出嫁后深陷伏地魔的泥闹而不能自拔, 因为她们父母的无能, 就把属于自己的责任转嫁给女儿, 用孝顺、血缘、亲人等为借口 对她们或洗脑、或道德绑架。 我们要做的是多给她们关爱, 并让她们认清自己的角色, 了解自己的责任。 知道什么该做, 什么不该做, 做了会有什么后果, 从而一步步摆脱父母对他们精神上的控制, 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